而在2月11日,吴秀波凭孔没掉的原因找到了,一组他在美国火锅店的照片,遭到了知情人的曝光,随着而来的就是吴秀波在新年的首线身,而这时,大家才恍然发目,吴秀波在陈玉玲事件爆发后,选择了怨顿美国,怪不得国内的媒体没有任何的吴秀波消息。 而在路透的照片中,大家也可以看出吴秀波的状态还是非常的不错,甚至于小肚子都有着略微的发福了,景气身相当的好,走路的姿势似乎都带着风,或许是因为原来美国,完全比开了国内的那些是是非非,能有一个比较轻松的心情面对每一天的日出。 对比吴秀波的首线身,他身旁的女友人,则更引人注目,更是一个焦点。 根据样貌身心,和吴秀波在一起呢是一个华人,因为没有正面照,所以无法百分之一百确定他的身份,但是根据一些细节上的剖析,这位女友人的身份就非常的明显了。 在稍早之前,吴秀波和妻子何振亚,在机场遭到媒体的跟拍,而这位女友人在穿着和他拥有的背包,都和何振亚一模一样,从这里就可以判断出这位女友人极有可能就是何振亚本身了。 在陈玉林事件爆发后,何振亚成为吴秀波身边最忠实的伙伴,她的那封声明,早已让大家看到了,她对整个事件的了解和坚持,以及对丈夫吴秀波的容忍。 不得不说,吴秀波有着这样的妻子,绝对是她的上辈子,拯救了银河系了。 在最困难的时候,和这样的人就守在吴秀波的身边,不管是在从前,还是在现在,吴秀波,死。